第一刀是导音孔的加工 在进行导音孔刀具路径建立之前 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孔位制作它的特征 那我们点选这个孔位的曲面 到资源列的特征项目中按右键 点选建立孔 直接点选执行 那就得到了这个孔位的特征 目前看到的是小点在上,十字在下 这是一个标准的形式 如果得到的特征是相反的 也就是我们的十字在上,小点在下 那就是没有办法进行加工 所以如果说是眼前看到了这个情况 我们就必须点选这个孔特征按右键 编辑反向所选特征孔 那一定要维持小点在上,十字在下的一个特征形态 这样就完成了特征的建立 我们下期间就完成了这个孔特征的孔特征的孔特征 我们下期间就完成了这个孔特征的孔特征的孔特征的孔特征 你们下期间就完成了那个孔特征的孔特征的孔特征 这下期间 constitution给我们很多空